说到黄猴,那是川语人吃火锅必点的一道菜 蒜火锅那种独特脆爽的口感让人吃了欲罢不能 其实黄猴不仅只是用来蒜火锅 用来爆炒才是香辣脆爽的江湖极致体验 很多人可能现在都不清楚黄猴是什么 其实黄猴讲的就是牛或猪的心脏主动脉血管 牛黄猴颜色偏黄,相对要厚一点 猪黄猴颜色偏白,要薄很多 弄口感,牛黄猴更爽脆一点 那些专业吃货也更倾向于吃牛黄猴 那今天就用容易买到的发制牛黄猴来做这道菜 先来处理黄猴,因为牛黄猴比较厚一点 所以我会这样改个石子花刀 这样切出来不仅好看,更重要是入味 下来准备配菜和料头 炒黄猴,用韭黄或者韭菜都非常的搭 先来切点韭黄,再准备几根小葱 也切成结 配色的同时也能增加一种葱香味 火爆江湖菜,紫姜丝当然必不可少 但别切得太细了,要不一会儿找都找不到 增加辣香口感,红小米当然少不了 多一点切成辣椒碎备用 另外这道菜不可或缺的泡椒末一定要有 再少来一点点的皮鲜豆瓣,增加汤色的味道 下来再准备一点拍蒜和姜米 最后一定记得要提前调好料汁 加酱油,盐,料酒,陈醋,白糖,胡椒,味精和一点淀粉调匀 虽然是发制黄猴,还是要焯一下水 下来锅中水烧开后加点料酒进去 然后倒入黄猴焯水30秒烙出控水 这个不是鲜黄肉,所以不用焯太久 接下来把炒锅烧得飞烫后再倒菜籽油 再加一勺猪油蒸香 接下来全程保持最大火 把油温烧到七成时下入拍蒜和姜米快速爆香 接着下泡椒和皮鲜豆瓣炒出香味 再倒入青花椒和小米辣快速炒出麻辣香味后 下入黄猴快速翻炒均匀 然后同时下入酒黄,紫浆和小春节快速炒匀 炒匀后淋入料汁快速翻炒12秒 淋入藤椒油蒸香,光火炒匀起锅 这样一道鲜香脆爽到极致的江湖菜火爆黄猴 再配上这样详细的做法讲解 您愿意为它点个赞吗 感谢关注 我是南希,一个爱做饭的男人